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去联系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打成他的男朋友 在他心中我就是一个特幼稚的小男孩 什么都不懂 什么事也不会做 既然这样 我还有必要再去联系他们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 总想着能遇到一个 对我更好 更合适自己的人 前段时间我因为脑袋一糊涂 差一点就把自己的未来也给毁了 我现在想明白了 其实和他比起来 我也成熟不到哪儿去 我不求别的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 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跟我分手 好 通过短片我们知道 两位年轻人在那儿矛盾 可能有分手的危机 所以我们请了他们上场来告诉我们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有请两位新宿人 有请 佳佳和小琪 佳佳是我们的主宿人 所以说说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有两个月没有联系了 然后我想了很多 我就觉得我们这段感情 不应该就这样结束 所以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跟我分手 前段时间吧 他瞒着我去相信 他要跟我分手 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 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那是个误会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怎么就是误会了 就那天 非要拉我去看电影 但是 就是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把电影院所有的烂片 都基本上都看过了 那叫烂片吗 动画片叫烂片吗 他就一直拉着我看动画片 就是什么猪猪啊 熊大熊啊 然后什么 我拉了你看的是什么 我是哪吒好不好 当时我正在拍儿童剧 宝灵灯 我演二郎神 我看看里边 二郎神是怎么演的 这没错吧 你是一个儿童剧演员 对 反正我就打心碟 我就不想去看这动画片了 然后正巧 然后我闺蜜也约我 我就跟大家撒了个谎 我就说公司加班 然后没有时间 我就跟我闺蜜 去陪他相亲去了 不是你是你陪你闺蜜相亲 还是你闺蜜陪你相亲 我陪我闺蜜啊 可是我亲眼见到 你跟那个男的聊是水深火热的 人家拉我去当参谋的 肯定很多问题得我问啊 你谁 你参谋找啊你啊 你做参谋 说两句得了 那你一个劲儿的跟他聊 你这儿这儿辣的 你这个不错 那个不错 那我聊的再欢 你拿了一杯水 直接的泼人家男的脸上了 我看不顺眼 我也不能去揍他 我只能说他两句 你倒是发泄了 然后你扭头就走了 人家那个大哥也挺尴尬的 然后说两句之后也走了 然后我闺蜜那个脸色直接就变了 然后就也去送送那个大哥 最后我一个人处在那块 我当时废得要气炸了 就是 他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小心思 小点子 自己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 不是 你其实归根结底 你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男朋友去看 对不对 我怎么没把你当成我男朋友 咱俩是都住在市中区 对不对 相隔也就两三公里的那个事 为什么每次约会都要去十几公里之外的地方 那我们上班上下都能经过的地方 那有什么可逛的 那约会肯定都要往外走啊 这有什么错吗 那行 这约会没错啊 那我跟你在一块走 是不是每次你都让我跟你五米之外 跟一个跟班似的保镖是吧 你说的好无辜啊 上次逛街的时候 我就跟你就开个玩笑 我说你看人家男的都帮女的连个包什么的 你也帮我连一下呗 然后你就说 帮女生连包 你看那男的特别没有尊严 然后你希望我是这样的男朋友吗 然后我就有点生气 我说那你留远点好了 不是 你说拎个包 平常这样拎就得了 你那个包装东西 只有装这么多 特别沉 你说这样拎 怕我把你那个袋子给你弄坏了 让我直接一手抱着一手这样拎着 那是 这个多费劲 我拿这样走 是不是搞笑吗 让人看见 那又成五子错了 还有啊 怎么着呢 咱吃个饭 烧场里边吃 可以 都行 非得找一些背街小巷的地方 说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 那你大商场哪个店不行啊 那平时好不然有个时间吃个饭 肯定都是找一些就是朋友推荐的地方 然后都比较偏 一些小店 对 偏 咱们吃完饭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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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园里夏天这么热 你好啊 咱八点四十五到那九点不到九点就要走 说坐公交车啊 然后一转公路走啊 对啊 公交车最后一半是九点啊 打个车不行啊 这不是为省钱吗 这钱你倒省下来了 咱俩在外边也就罢了 你不是不承认我 不承认你啊 我逮着她的心里的这个小阴影了啊 感觉她就不一直不承认我 为什么呢 我有一次啊 她充电宝放在家里没带 我就想给她送过去 正好我在家 也没什么事 她好 出来之后给我拿个快递单子 掀完了之后 还把那个那一段给我 啥意思啊 爸当时送快递了还是怎么递了 你不是爱演的吗 你给我发了什么短信 说您好女士 您的快递到了 请向她签收 我不想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可能是 是不是当时你有一个接待在那儿 然后你就为了闭她眼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说我不希望我在上班的时候 你来公司找我 其他同事看到她了吗 有看到是他们应该当时不知道 哇哦 其他同事说 哇这快递员长得真帅 颜值真高 就是你我长得那么帅 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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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了啊 因为我跟你说过 我说就是我刚刚拿到这个岗位 然后我就就是还没有稳定 而且领导也问过 我说家家也就是有没有谈恋啊 是男朋友什么的 我说就是工作还没稳定下来 就说还没有心思啊 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就相当于在学校里头也一样 就是谈恋爱 你肯定会分散经历 我是觉得如果一门心思地去学习的话 就是老师会比较看重 然后领导会比较就是看重 没有必要 你就是想太多了 真的 而且你刚才说你想单身 那你为什么去参加什么单身派对啊 我想知道 你说有一次想请你看个电影 我本来是想的是看六点电影 然后看到九点正好按你说的 坐股票车回家 多好呢 你定到下午 说晚上还有一个公司聚会 然后看完电影吧 我把你送过去吧 你还不让我去送 怕你出点什么事 我就跟着你 好了 那哪是聚会 写的是什么什么公司 和什么什么公司的单身联谊会 人家好多就是有男女朋友 结了婚了人 带孩子人照样去 而且去单身联会 就是去找男朋友的嘛 人家对方公司是我们甲方公司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去参加一下 什么机会呢 到底是什么汇报 现在都没弄明白 而且你刚才说 有什么带着孩子 我怎么没看有孩子呀 你没进去你怎么能看见 我能进去吗 我想进去保安兰是不让我进啊 就是我单身 我单身 他也不让我进 你得有票啊 然后他就非要在门口等我 我等着你是我自愿的 我在门口等着你 等多久 等六个小时 那是我让你等的吗 我自愿等的 我怕你出点什么事啊 你想象力好丰富啊 就你我得 他就每次这种小心思 让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然后每次自己突发奇想 来个什么让我就措手不及 还有什么小心思 还有一次 就因为我们到月底都要充业又亮 然后我那两天就是神经摔入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闭眼就是各种文件什么的 我是带你放松去了吧 你那叫放松吗 怎么个放松 游戏听啊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 他整了一个复活疗法 然后我玩了那个之后 我得有三天我没睡着觉 什么游戏啊 打僵尸的游戏 谁知道你害怕僵尸啊 你说那个僵尸 那个僵尸是就是一个密室 然后你走着走着 就突然就窜出来了 就实景的 对 那是有点恐怖啊 那假的那就就那个 VR嘛那种技术啊 然后那天晚上你回去挺早的 我想洗个澡 然后一开那个水中桌 就是一下撕了一下热水 就把我吓死了 然后我就 这话说得很搞笑 这就是假的那个玩意 谁知道你这么胆小 你问问就是 但凡是个女生都会害怕吧 不是你说你喜欢干什么 你不告诉我 那我去想方式法去讨你开心 你又不这那了 不接受 我慢慢慢慢找到 你不被承认的原因了 虽然市长对着像王力宏 可是又怎么着呢 带着自己女朋友去打僵尸 害得人家三天没睡好觉 首先是我喜欢玩那个 你看你一喜欢的东西 你就觉得别人也会喜欢 然后弄了半天 你还费尽了心思 然后把我吓得要命 他每次都是这样 还有一次就是要出差 然后已经机票订好了 是对面一个交流会 然后当时在机场候机 然后和领导在一块 他就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哎呀在家 我肚子疼得不行了 那个我好像烂尾炎犯了 我家里没有人 因为他之前跟我提过 他说他烂尾不好 然后我就没办法 我就跟领导说 就票退了找个人替我 你怎么跟领导说的 我就说了说那个 我说我家人就是 需要我照顾 可以啊 你是他家人 你被承认了啊 然后我就 集散伙思的去他家门口找他 然后我一推门进去 他背着我在那 带着耳机打游戏 然后我一把他把耳机扯下来 你什么表情 然后对我根根在那笑 如果我不说我有兰尾炎犯了 你能过来陪我吗 我觉得你 你竟是这种套路 你知道 我就天天在过在你套路里头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觉得我太累 工作辛苦 然后买了上海的东车票 说实话啊 我带你去上海 就让你想放松放松 别让那些工作上的事去纠缠着你 说是交流会 其实就是跟一些老男人去 什么叫老男人 在你眼里头 比你大的都是老男人是吗 我觉得这不是你这个年龄段 需要去干的事 我这个年龄段 你觉得我应该 单纯一点好不好 说清楚什么叫老男人 就是他们那些领导上司都 跟他年龄完全是不大的 就说一些不是冠冕堂皇的话 因为我非常不喜欢 就是去干这种 如果世界上都是你喜欢那种事情 然后我也做着你喜欢那种事情的话 喝西北风 咱俩不应该互相去沟通吗 你又不过沟通 你没沟通过吗 这些事情 沟通过 他属于什么状态 就是我跟他说吧 他会反驳我 然后就闹得很僵 我不跟他说吧 他又说我瞒着他 然后弄得我现在 我不知道我该以一个什么方式 去跟你说 既然你刚才说老男人老男人 你在老男人面前 你有什么感受 我感受 你是觉得你自己跟老男人比 是自卑多一些 还是说你其他的青春的优越感多一些 自卑多一些 你呢 你觉得老男人和这样的青春的小伙子比起来 你觉得你更喜欢老男人多一些 还是喜欢他多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跟年纪稍稍长得认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沟通起来 或者是交流起来的话会比较简单 就是基本上会朝一个方向去思考 就是说你还是喜欢成熟多一些 对吧 可以了 但你们相处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 一年多怎么认识他 通过一个阿姨就是介绍的 那个阿姨 我一先说起阿姨来就来气 那个阿姨又怎么了 怎么着呢 是他那个亲戚介绍我们俩认识的 当时我看她的照片 小姑娘不错的 跟方便都挺好的 谈了得有两三个月吧 她说那个阿姨找我要介绍费 招口就是五千块钱啊 你觉得被骗了还是 不是被骗了 你能直接说一声 谁知道你后来才有这个事 那我心里以为你不就在疼我吗 就是我们那块的一个 算是一个习俗或者一个讲究 哪有习俗 我也是济南的 那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习俗啊 区和区的习俗还不一样 什么意思这是 那也不算是习俗的话 那你毕竟没有那个阿姨 咱俩不会认识 我觉得人家要这个也没有什么错 他最后怎么那五千块钱还没套 然后还跟人家打了一个折 然后只给了人家两千五 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是在之后 之前还有一件事 他这个小女孩 我也不知道你是从哪留下的这个习惯 喜欢古丸 有错吗 不是 没错 我喜欢古董和你爱看动画片是一样的 一样 对 你去那个英雄山文化市场去逃那古丸 你到那之后 两三十分钟的围着 一看就是个托 他就跑过来了 第二把第二把跑过来拿着古董 一看又摸这个青花又摸又了 我说不认识你 真以为你就是个专家呢 招口就是五千块钱 这玩意真假都不知道 你就说五千块钱 那我不懂 你也不懂 对吧 我之前问过你 我说你有没有朋友认识就是古丸 懂这方面的 然后帮我介绍介绍 他也不管 全都是我自己上网去搜这方面的知识 什么自己去学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我那个公司的一个主任 他比较喜欢这个古啊 然后我是觉得 至少我了解这方面的东西之后 在平时工作上聊的天比较多 然后都比较好说一些 你想为主任献殷勤 好 你达到目的了吗 主任怎么跟你说呢 他说这个玩意是赝品 主任是男的吗 男的 多大 40多吧 然后他就非说我跟 我是觉得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喜好 不是一件坏事情 是你本身就有这样的喜好 还是因为主任有这个喜好 所以我也得有这样一个喜好 主要是后者吧 五千多块钱的东西送给主任 就算得上行贿了 我没有没有不是送给他 是我自己会摆在我的桌面上 然后就是会跟他拿他 去跟他交流什么 一个月工资多少 五千 你把一个月的工资 来作为跟主任交流的筹码 没有就是这五千块钱 其实是他拿的 对就是对 还说你拿的 重点是我拿的 所以我就觉得 你一直咬着这事不放 你就觉得我到现在 没有还给你那五千块钱 你一个月工资有多少钱 我也是五千块钱 哦 你说你 而且这就五千块钱 刚才介绍费的那个 又五千 就两个月工资一万 我演戏 二统剧 我容易吗 我得一天到晚排练啊 演员很辛苦 我觉得你 你能不能 在这儿能不能说句实话 我怎么不说实话 我还是想说 介绍费的那个事 到底是 那个亲戚找的你 还是你找的那个亲戚 是不是你俩一起来 坑了我 什么叫坑了你 那骗我对 那就是 其实 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说就是 两个月之前吧 就因为他昆蜜 相亲那件事 嗯 他就想跟我分手 嗯 其实我挺想跟他复合的 那我就当时就一直 求着他说 大家也能不能 跟我复合呀 他就是当时说 不行 我求着他也没用 嗯 所以他就说了一个事 我这件事说出来之后 我就 就崩溃了 我就 就彻底就 嗯 就已经很伤心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 小琪我实话告诉你 咱俩之所以在一起 都是我一手策划的 我 我 我承认当时就是很生气 什么叫一手策划的 就是那个阿姨家里条件很好 嗯 然后当时觉得 她肯定也认识这些 就是在那条件会比较好的 然后 比较优越的 然后 朋友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阿姨说 嗯 阿姨那样合适的 就帮我盯着点 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好 然后过了没几天 那个阿姨就给我打电话 说 在家我这儿 有一个小伙子挺好 你要不要见一见 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 就是很阳光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小玩笑啊 会刻意去逗你笑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但是 遇到后来 我就觉得他这种 就类似于不成熟 或者是一些奇思妙想 让我就是 总是让我措手不及 然后那时候 我就是真的是 狠下心来想跟他分手 就是 那就分了 得了 对不对 那你今天跑来干嘛 我就是想把这个事 挑明白 说明白 别把我蒙在鼓里 分了之后 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分了 所以之后我就 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有一段后悔了 突然觉得就是 这段感情还是蛮珍贵的 刚才聊了一段 我觉得男生很单纯 就像是没长大的男孩一样 可是在我这看来 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心思挺多的女孩 就是 其实我确实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一个人 就是我凡事都会想很多 前前后后想很多 其实可能跟我的 就从小家的环境也有关系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 但是我的抚养权在我妈妈那 那时候你多大 五六岁 然后 但是我妈就是基本上没有管过我 然后她就把我放在我舅舅家 虽然我不缺掌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就心里很难受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长大之后 但是每次放学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在一块玩什么的 到我回家 然后他们的妈妈都叫他们回家吃饭 或者是领着他们就走了 然后每次我都自己一个人 我就 也可能是我这个原因 然后记得有一次 那次就我舅妈不在家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然后我就把家务啊什么的 都打扫了一遍 然后回来之后 我舅妈特别开心 然后就直接领着我 就去商场里头买了一个那种 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个小纱裙 小公主裙 对 然后我当时长那么大 我第一次穿过那么漂亮的衣服 我第二天就穿去上学了 然后当时所有同学都围过来 都在摸我那个裙子 说家里穿真漂亮 然后老师也在夸我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那么夸我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很被别人在意 所以我可能从那时候我就觉得 人和人相处之后很重要 只要相处好了 你就会很方便 不管是你在办事情 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就很方便 跟他分手那两个月之后 就是因为没有互相联系 那个阿姨又打电话给我 说你在家我这块有一个 就是年龄稍长一些的 然后是一个公司的中层领导 大约在35岁左右 说你要不要见一下 人家就是离过婚 然后但是没有孩子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 吃了几次饭 我就觉得 他会在心智上比较成熟 他不用我去说太多 都会想在我前面 都会为我提前做好 我就觉得很轻松 然后就是在我正觉得 正确的一个道路上走 然后有希望的时候 就是那天下午我突然 就是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是一个陌生号码 然后那边是一个 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就还带着哭腔那种 就跟我说说 就是你是不是要 住我们家里来呀 那个我不会让你 当我后妈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当听到后妈 我就懵了 我觉得我很冤 很无辜 然后就是才二十多岁 然后就当人家后妈了 也是那时的时候 就是我感觉我突然好像 突然醒悟了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 像比较社会上的一些复杂 什么的 我觉得 还是我没有去珍惜 所以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你希望再给一次机会 求复合是吧 因为那段时间 我自己心里很难受 但是我也没有敢给他打电话 因为毕竟我知道 还是我做得不对 现在看我觉得 还是这种单纯的感情 是我应该去珍惜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 我把这些话说出来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 我个人听了你们的故事 我觉得恋爱也好 婚姻也好 是极其严肃的事情 我们请教一下四位嘉宾 简牙面对面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有代沟的 就你们对于情感的快乐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这个男孩子给我的感觉 好像更像是在大学校园里面 谈一场青涩的 没有任何目的的 无忧无虑的恋爱 而女孩子更多的是比较复杂的一种需求 可能真正适合你的是经历过沧桑 但内心依然去保持着一个单纯的成熟男人 所以今天即便是这小伙子 你们两个人在意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未来可能依然会出现很多 这种问题引发的矛盾 我倒不觉得这个是物质价值观的一个差异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情感自己需求的 一个定位的一个差异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选择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分享出来 我相信你们有思考的能力 谢谢 谢谢 就听到这个故事 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你们90后看过没有 就是周星驰的那个《喜剧之王》 有看过啊 其实他们俩的故事挺像的 一个世俗的姑娘 爱上了一个单纯的 而且又有点二的一个男生 但是电影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结局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不是特别看好这样的故事 因为这个女孩的要求怎么说呢 你为什么会掉眼泪呢 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姑娘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这么难受 没有 我刚刚就是突然想到 回忆到之前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每次吵完之后 其实我们两个就是只要不涉及到敏感的地方 其实就还可以 你们的敏感的地方是什么 就比如说她不会理解我 然后她不会理解你 就是 她的你的哪些行为她不理解你 就比如说 嗯 之前刚刚故事里提到的那些 买古董 嗯 就类似于工作 这个 她理解不了你的工作 一个家庭条件好 长得那么帅 那么阳光的男生 怎么能理解一个女孩 要花五千块钱去巴结上司呢 我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她的家庭环境 她的出身 她的成长 注定理解不了你的这种行为 所以姑娘 你今天是来挽回她 希望她能够跟你继续走下去 我不认为这个决定是多么地正确啊 如果你不改变现在的这种心态的话 因为你知道 其实虽然有的时候人都事故 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人的时候 我都希望留在她身边 因为这种简单的人会给我一种 没有压力的快乐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必须也简单 如果你自己内心当中 抱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的话 会让两个人都挺累的 所以姑娘 先学会好好爱自己 然后找一个适合你的男人 可能你需要的真的是一个男人 而不是一个男孩 虽然跟男孩交往起来 会觉得很轻松 但是她真的理解不了 你的世界有多么地复杂 佳佳 你有时候觉得她不成熟 对吧 但是你忘记一件事情了 从心理学上来讲 女生比男人早熟 你今年25岁 但你新智年龄可能到达28岁以上 男人今年22岁 他新智年龄可能还停留在20岁 甚至更低18岁 尤其他是儿童话剧远远 他更有童心 所以你要看到他永远比你不成熟 这是事实 而不是拿来抱怨 所以你要准备好个心态说 怎么去培植比你不成熟的人 所以你要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这个能力的话 就不要谈姐弟恋 否则你只是因为他的好 然后想回到原来的那天命中 问题是你们还是会遇到问题 那问题你还是没解决能力 那不是又要分手了吗 虽然说两位老师说 你们层次频率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但我觉得这个是后话 如果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算在同一个频道上 那有什么用 还是不要复合 然后小启 你如果爱对方 重点不是两个爱人在一起做了什么 重点是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比方说他喜欢看动画 你陪他看嘛 他看到他开心 那我也开心了 像以前我陪我女朋友 去看什么少年队演唱会 我根本就不喜欢看 他在那边 叫啊叫 可是我看到他开心样子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看到他开心 所以你们焦点错了 不是说今天我不喜欢你做什么 不是的 焦点放在陪伴 所以这点是你们要去学习的 爱不是只是付出自己 所愿意付出的 爱是更愿意去做一些 自己虽然自己不愿意 但是看到对方做了快乐的事情 我也去做 那至于你们愿不愿意在一起 我觉得大家也比较去勉强 还是一句话 你有能力在一起 你真的愿意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说没必要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勉强 是这样 谢谢 刚才你说到你喜欢成熟的男人 但成熟不是事故 前者是包容和宽厚 后者是狭隘和世俗 我记得有一部电视剧叫做 《家的恩赐方》 里面有个女孩叫赵文 大概就是你这种类型的女生 她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 不择手段地去接触那些 所谓的关键人物 不择手段地去追求钱和权 并且她认为这样做 我没什么错误 当所有的人都说她不要脸 说她太世俗的时候 她正正有词地 有了以下这段独白 她说 贱是一种态度 是看透世事规律之后的一种脚踏实地 是扔掉一切道德外衣之后的一种真实 虽然我的行为会刺痛那些看惯了伪善的人们 但这就是我的价值 我见 故我在 这段台词当时很风行 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 我来解释一下这段台词的意思 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难道 很多人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一旦有事 马上走关系 不走正道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索性扔掉面子 和那些所谓的伪善和道德 脚踏实地地 真实地 去做这些不择手段接近权和钱的事情 何必又要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呢 我就是贱 怎么了 我追求我的幸福生活 我并没有违法 我只是把我的脸皮撕下来 扔到地上让别人去宰 面子值几个钱呢 我毕竟得到了钱和权 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 这些人的大概的概念就是 他认为只要我接近了财富 我就拥有了财富 我接近了权力 我就拥有了权力 我通过和关键人物的接近 来增加我改变生活的筹码 我通过婚姻 来改变我整个命运 这就是你们脑海当中的想法 只是你们今天 把它坦白地说出来的而已 其实我心里头 倒没有说那么极致地去追求那些东西 你有男朋友 你还要去参加所谓的单身派对 谁都知道你想去干什么 去调金龟婿嘛 你企图通过婚姻 来改变自己的整个生活的意图 太明显了 其实我有想过就是两个人 就能够脚踏实地的 然后朝着一个方向 你想过你怎么会去干那些事情 我在我的方向上在努力 你在你的方向努力 你的努力的方式是什么 你努力的方式是通过一些捷径 去参加单身派对 或者是通过那些所谓的媒婆 来去接触那些条件好的男人 你的努力就是这样的吗 是 生活当中有些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获得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人交流的本能和情感的本能 就是真情实义 尤其是在婚姻和爱情当中 的确在生活当中 很多人功利地在做着一些 接近钱和钱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最后幸福了吗 事实上也并不幸福 只要把婚姻当成一种交易和筹码的人 这辈子不会得到幸福 你之所以会回头找他 是因为他的真情实义 确实给你带来了一丝感受 那是一种轻松 一种没有人际交往压力的轻松 所以请你在轻松 努力奋斗和走捷径当中 请你做出你的选择 美好的东西 只可以擦肩一次 可能男孩女孩来到这个节目之前 都没有想到四位嘉宾会给出如此 语重 心肠的评价和建议 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和严肃的命题 但是没有关系 今天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对未来是有好处的 小琪请去密室当中 来 姑娘 来 请登上大声台 大声说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们两个都不成熟 我已经意识到了 是我做的不对 我还是希望 能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 咱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 我一直觉得挺累的 但是 看你这么难受 我心里也不是很好受 但是现在我也没有想好 究竟咱俩以后要怎么样 所以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再考虑考虑 好 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冷静一下 我们来问问现场100位观众 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大家如果支持和赞同他们在一块 那就在表决器上按赞成件 不太看好也不支持不赞同的话 请按反对键 321请按键 只有31%的观众 看好你们 那接下来选择在你们自己手上 待会儿呢 会为姑娘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呢 有两个选择 第一转是离开放弃这段感情 或者你还是要坚持 那就再试试看 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那密室门会打开 男孩子也有个选择留在密室 或走出来和你继续牵手 来 接下来请为佳佳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没关系 我们花一些时间好好在琢磨琢磨 四位嘉宾给到你和你们那些思想上的精髓 好吧 姑娘 再见 今天听了四位老师的发言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要冷静冷静 如果匆忙的在一起的话 可能再往后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所以彼此在画面一下心态 各个人再好好想想 谢谢大家